德国大众要求销毁一批中国车 而且还把一家德国经销商给告了 怎么回事呢 去年12月的时候 德国大众就起诉了德国当地的一家汽车贸易公司 因为这辆公司从咱们中国买了22辆大众ID6纯电动汽车 那德国大众不肯干呢 他要求法院没收并且销毁这批车 还要求这家汽车贸易公司得承担所有的费用 包括每辆车1.5万欧元的销毁费用 还有在销毁之前 每辆车每个月800欧元的保管费 那这家经销商肯定不肯干呢 因为德国是允许从外国进口汽车并且销售的 这批车既通过了海关审查也付了关税 按照规定就是可以在德国注册并且销售和行驶的 我明明是合法合规的 你凭啥这么干呢 再加上中国产的大众 那不也是大众吗 至少是德国大众的半个儿子吧 干嘛搞得这么六亲不认的呢 没办法 因为竞争不共 大众的ID系列电动车 在德国的售价比中国高了一倍都不止 像ID3德国卖31万人民币 中国只卖12万都不到 这么高的价差 就算加上了中国到德国的运费和关税等等 经销商还能血赚一倍呀 所以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国经销商 想要干这种从中国进口车再卖到德国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这种行为就让德国大众很慌 因为如果不把这个苗头掐死的话 那以后德国自己的造车企业还怎么活呢 当然了为了不闹得过于难看 德国大众也列了一些看似是为消费者着想的理由 比如说他说这批ID6 其实是德国ID4的7座版本 你不能打着ID6的旗号卖 又比如说这批车的电池跟德国产的不一样 还说这批车没有欧洲强制要求的自动紧急呼叫系统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理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真要解决起来的话真的是太简单了 以咱们中国车企的内卷实力 转个系统改个接口而已 分分钟就能给你搞定 其实这也不是大众第一次因为电动车德国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闹出新闻 之前就因为德国大众跟上汽大众的价格差距太大 搞到德国人还在网上骂 说他们买大众ID3汽车需要4万欧元 但是在中国却只需要1.6万欧元 是不是德国大众在补贴中国人呢 搞到德国大众赶紧出来解释说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的差距大 就拿ID3举例好了 由于咱们是所有的供应商都是在中国本土的 更短的运输路线 更低的人力成本就一起造就了这么高的价格差距 更不用说最近红海那边不是胡塞武装搞封锁吗 更加让德国的供应链是雪上加霜 但是呢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价格差距在那摆着 同样的车中国产的就比德国便宜20万人币左右 那你说德国老百姓就算是再有钱 也不会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啊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决呢 反正目前官司还在打 咱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可是我觉得吧 就算德国大众赢了 长远来看前景也未必乐观 要知道欧洲已经基本明确了 2035年之前是禁售燃油车的 但是他们的电动车竞争力如何呢 在中国现在包括大众ID系列 甚至奔驰宝马保时捷的电动车 通通都被划入到了杂牌电动车的系列了 像大众最能打的ID3 都排名在20名之外 一个在中国市场占五渣的产品 居然搞到德国大众这么恐慌 咱们只能说祝大众好运了 石油美元这个才要成为历史了吗 现在有多家外媒报道说 美国跟沙特之间的石油美元协议到期了 而且沙特6月9号宣布说不再续签 这个协议呢主要就是说 美国呢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 但是沙特必须要把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 并且用石油的盈余购买美债 那现如今这些都不算数了呀 虽然说在现实当中 沙特还是会把卖石油的钱换成美元 去买其他商品或者是资产 协议中指这个事短期 是不会对美元产生很大影响的 但从长期来看 失去了石油这个锚定 那全球对于美元的依赖度将会大幅的降低 此外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石油正在使用人民币结算了呀 有朋友们可能不理解 直接用人民币交易石油这个事有多重要 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 假如说美国有10万亿 美联储再印出来10万亿 然后呢借给政府 政府发给大家 大家把这10万亿全都买成石油 结果美国只需要在账上寄一笔虚无缥缈的债务 它就可以凭空获得大量石油了呀 也不会有太多的货币出来冲击国内的物价 而石油呢 被买的价格飙升了 那其他国家什么都没有干 物价却因此被推高 这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 可以转移通胀的特权 那其他国家呢 印钱出来想买石油 需要抛售本币换成美元 这样一来又会造成本币的大负贬值 甚至造成经济灾难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并不严谨 只是为了说明全世界的商品 如果都用一种货币标价 那会是一件多可怕的武器 尤其是像石油这种大宗商品 它是工业血液呀 石油用本币标价 其他商品才有用本币标价的可能 其实就算抛开石油美元不谈 现在种种迹象也已经在显示 美元见顶 并且要开始贬值的这个概率 正在无限的增大 像前天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鲍威尔也说了 没有人再把加息作为基本预期了 最终利率肯定是要下降的 哪怕是鹰派 也认为今年就会有一次降息 那也就是说呢 这波加息周期的最高峰 就在此刻了 要说起来 这两年可是美元 被万人追捧的高光时刻了 全球资本都趋之若鹜 一方面 因为达微软 领先的其他科技公司 掀起人工智能革命 一个个几万亿市值的巨头 像小盘股一样几倍几倍的涨 被全球投资者抢购 另一方面呢 接近5%的收益率 让其他国家的资金背景立香的 跑到美国 甚至不惜借钱套利 快速加息这个事情 本来会造成流动性的收紧 但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一轮加息 美国不断红吸全球流动性 通胀居高不下 股市大涨 美元资产不断的吹起泡沫 但是毕竟天下是没有不散的宴席的 现在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边际减弱了 为啥呢 一方面是大型科技股的透支 不到两年 英伟达的股价翻了十倍了呀 市值高达三万亿美元 人工智能给英伟达的业绩 带来了颠覆的增长 但这个增长 也已经被透支了很多 像去年的英伟达的利润 只有三百亿美元 就算是需求暴增 让它的利润上升到2000亿美元 那它的吸引力仍然会高达15倍 或许还有上升的空间 但这个空间 肯定不会像过去那么具备有吸引力了 当一家公司的业绩 可以快速翻十倍的时候 投资者肯定会无脑买入 但是如果说业绩空间不到一倍的时候 产业投资 就会变成趋势投资了 只要你趋势走坏 投资者就会停止买入 甚至抛售 那另一方面的原因呢 是利率的变化 美国5月份的CPI增长3.3% 低于预期 同时失业率4% 意外上升 虽然说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 但是非农 包含了非正式雇佣 以及自我雇佣的灵活就业人员 只能说明全职工作在裁员 兼职工作在增长 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向好的征兆 那么随着通胀跟劳动力的降温 降息指日可待 为了预期管理 美联储放出了鹰派的信号 但实际上的降息力度很有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更加猛烈 也就是说呢 今年之后 全球资本将会很难再在美国通过投资股票获取巨大的回报 也没有办法再获得4点多的低风险收益 但同时呢 34万亿的美债 以及石油美元的这个变局 将不断消磨着美元的根基 当然了 在短时间之内 甚至几十年以内 美元的这个霸权地位都会难以改变 可是并不意味着美元的价值会一直强势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美元可能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了 上周还只是小作文 今天是正式官宣了 华为跟长安汽车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 华为要把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的核心技术跟资源 都整合到一家新公司里面 主攻的方向就是智能驾驶 然后呢 长安汽车要投资这家公司 自动驾驶真的要来了吗 就在三天前啊 特斯拉也说了 它的FSD 也就是自动驾驶即将要落地国内了 今年四月份呢 华为发布了ADS2.0版本的自动驾驶 代表的是国内自动驾驶的最高水准 马斯克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清测了他家的FSD 他开车去扎克伯格加 全程直播五剪集 开到19分钟的时候呢 想要直行的车子在路口等了很久的红灯 然后呢 当对面的信号灯刚刚转为左转的时候 车子突然启动要闯红灯 吓得老马赶紧踩刹车 但是呢 在45分钟的行程里面就是这一次干预过 其他的时间完全顺畅 也许是因为晚高峰的车比较多 老马还吐槽说他有点肉 像是个老实的新司机 马斯克说人类是用眼睛跟生物神经网络开车的 而自动驾驶则是用摄像机跟数字神经网络开车 从2013年开始 特斯拉就在采集司机的驾驶数据了 目前全球有400万辆特斯拉 人工智能在不断的学习升起 比如说路上突然跑出一只猫 那90%的司机会马上停车 10%的不靠谱的司机可能会马上变道超车 那人工智能就跟那些好司机们学 FSD的测试版行驶距离达到了5亿公里了 相当于绕着地球的赤道转了12000圈 而人类的思考靠的是大脑皮层 FSD的学习靠的是几十万张英伟达顶级的A100算力芯片 再说华为智能驾驶 虽然说没有于成东的清测 但是有很多的花粉各种实测果 有人形容说它是老司机 该并线的时候并线 该超车的时候超车 一点也不含糊 其实呢你也可以理解为 自动驾驶的车已经不是车了 它就是装上了四个轮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那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什么呢 数据跟算力 华为拿不到英伟达的高端显卡 它用的是自家研发的升腾芯片 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差距呢 根据这项证券的研报 特斯拉2022年训练平台的算力 达到了2EFLOP 这个英文词代表的是 每秒钟进行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 那华为2023年的9月份 这个数值是1.8 未来1.4 理想1.2 小鹏0.6 这么看上去的话 华为跟特斯拉的差距并不算太大 但是呢 预计特斯拉到2024年会达到100 所以说华为的追赶任务还是蛮艰巨的 不过呢 毕竟华为进入到这个赛道才多久啊 现在就可以和特斯拉一起 站在全球自动驾驶舞台的C位了 想想Mate60手机的突围 华为确实是一支部队 在拼苹果 特斯拉 英伟达 英特尔 一个集团军啊 另外呢 还有个细节 就你会发现 国内几家算力水平靠前的公司 都不是传统的造车企业 像华为跟魏小李 全是科技公司 新能源车的销量冠军比亚迪 没有见到身影 在2022年的年报交流会上 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 还曾经炮轰过自动驾驶 说都是扯淡 都是忽悠 自动驾驶只是被资本裹挟 和炒作的一个概念 最终就是一个高级辅助驾驶 然后呢 在今年4月份 华为的新车发布上 于承东还隔空回怼过王传福 说自动驾驶是扯淡的大佬 要么是对行业不了解 要么就是故意打击这个行业 才这样说的 而马斯克更加直接 他说今年底 完全自动驾驶就能实现了 话说呢 今年特斯拉的股价是相当能打 而比亚迪却是一路阴跌 资本市场的态度也很明显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自动驾驶的政策障碍也扫清了 近日呢 相关部门发布了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 上海广州深圳 有可能会是第一批 开始运行L3L4级别自动驾驶的城市 那特斯拉就是凭着 这张政策门票入的场 接下来 自动驾驶领域的大战 要开始了呀 每句话都能影响我们的会议 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通过了包含三百多项措施的重要决定 并且公开了会议公报 那这个会议公报里面呢 主要是关于咱们国家 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些描述 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文字就比较的官方 看着可能会有点累 那我就试着 用大白话给大家画了五个重点 来给大家做个汇报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会议提出 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这个事实上呢 直白点说就是 咱们呢是个十四亿人的巨大市场 谁对咱们好 咱们就买点东西 第二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滤增长 这里面呢就包含了 对新能源的坚定支持了 光复新能源车 其实我们已经是领先了 但是还要继续搞 不光是为了环保 也还要让它们成为增长的动力 第三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就业优先政策 社会保障体系 生化医药改革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用大白话来说呢 就是收富人的税 帮穷人找工作 进一步的降低医疗费 以及花钱鼓励生育 减轻大家养孩子的负担 要尽力把财政支出 往福利方面去倾斜 但也是要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 量力而行 所以那怎么才能充实财政钱包呢 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 提高财政杠杆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研究富人税 像什么高收入税 资本利得税 房产税 遗产税 这个什么移民税等等 还有第四个重点就是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这话其实2022年农村工作会议上 就强调过 为什么呢 城乡要素的核心是什么呀 主要就是土地人口和资金 过去是什么情况呢 乡村往城市单向流动 导致城市缺少土地 乡村缺少人才和资金 却有大量的土地得不到开发 而如果破除城乡壁垒的话 就可以解决这些发展矛盾 具体落实下来呢 估计可能会有一些户口合并 产权合并 以及引导乡村投资建厂 等等的配套措施 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毫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这个呢 跟统一大市场 以及金融改革结合起来看 就越来越明确了 公有制保底 私有制拉动的模式 在市场经济中 民营经济才是主体 效率会远高于国企 那金融系统就应该平等的 给到民企和国企资金支持 不能只看信用背书 还要看他们的增长潜力 而统一大市场 也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 地方行政不能给民营经济设置障碍 也不能宽于绿工 严于绿丝吧 那在会议上呢 还涉及到了很多其他的重点 而更多的工作细节 一般来说呢 都是会在月底的会上发布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当然在这样的声明 我说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我只是站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 试着去看待未来的方向 虽然说这次会议 看似没有给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刺激措施 但是呢 通篇下来 还是能够感受到 很强的决心和信心的